第四题 电热水瓶使用数月后 其内壁常附出一层含碳酸钙成分的锅垢 则除去锅垢的最佳方法是在瓶内加满下列合相物质后浸泡数小时 我们晓得碳酸钙会跟锡酸作用 然后产生二氧化碳 所以我们要加酸来除去碳酸钙 选项B食原水是中性的 选项C小苏打是碳酸氢钠 溶于水是碱性的 选项猪米酒酒精并不是电解质 所以水溶液也是中性的 所以答案只有A柠檬酸是酸性的 所以第四题问我们说 除去锅垢的最佳方法是在瓶内装满下列合相物质后浸泡数小时 我们答案要选的是A柠檬酸